嗯没错没错贵不贵不 之前老师给大家拍那个月销十万的零食 还有月销十万的水果对吧 但最近呢我在某一个网购平台 我发现它这个销量不是按照月销来算的 它是按照总销量来算的 那所以今天呢我就买了一些啊 总共价格好像只花了一百多块钱 就买了这么多快递 而且呢销量也是巨无霸的高 今天呢咱们话不多说啊 就来看看到底是哪些东西哈 首先第一个啊这个是总销量 八百九十点一万的熔岩三角酥金字塔巧克力 就这一包啊是花了九块九毛钱 九块九总共是五十六根 一根一毛七分钱兄弟们 所以呢你说它卖的销量高 那其实真的是有原因的对吧 那一根才一毛多钱 现在你上哪去找一毛多钱的零食 就比方说我们吃的那些怀旧零食 你如果上怀旧零食商店看一下 五毛钱一包的现在可能都卖三块 所以呢我们这些人的充年呢是越来越贵了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那种巧克力酥的样子啊 哦你别说这味道还可以哈 它中间这个巧克力夹心其实是很浓的 哎好像没有带可可纸是纯可可粉 反正就是入口呢是那种温化饼干的口感 然后里面是巧克力的夹心 总体来说我个人觉得其实还可以 不知道这个你们有没有买过 有买过的可以抠个一哈 来第二个 来兄弟们啊这个东西叫做夜宵零食方便面干脆面啊 价格呢也是9块9 完了销售量呢是707.9万 总共一箱呢是30包 然后是三种不同的口味 蟹黄味 红烧牛肉味 欢香麻辣牛肉味 哦四种 还有一个是葱香鸡汁味 平均一包的价格呢就是三毛 尝一个红烧牛肉的啊 我去你看看这就是三毛钱的干脆面 其实可能就小时候吃的五毛钱的二分之一那么大啊 闻起来确实很香啊 它上面有很多的料 脆其实还是挺脆的 但是我感觉这个味道没有儿时 吃到五毛钱一包的那个干脆面好吃 这个稍微差一点意思 还有一个奥尔良味了啊 总共是五种口味 再来一个葱香鸡汁啊 这个就上面撒了一些那种绿色的葱粉 我觉得这个葱香的更好吃一些 它有那种葱的味道 那这款呢不知道各位买过没有啊 总销量770万 我吃起来个人觉得还可以 就是稍微差点意思 没有小时候吃那个好吃 来下一个 来兄弟们 第三个是脆虾片 这个价格呢同样啊 9块9毛钱 然后是两包 可能对比那些七八百万呢是比较少 但是人家好歹也卖了一百多万件 对吧 我记得这个呢是网上很多那种主播在推的啊 说里面是有真实虾肉添加的 但是网上说是有35%啊 我这里看它这里只写了是7% 它里面是这种样子的 你看我们吃过的那种虾片 它都是那种白的嘛 这个闻着也没有虾的味道呀 还可以兄弟们 可能闻起来没有啊 如果闻着有的 我估计可能就是外面撒了虾粉 它这个吃着是跟虾的那个味道 其实也不太一样 就是有那个点点神似 虾片确实可以 一包里面总共是这么多啊 大概是半包左右 然后吃不完的话你可以把它这个封口给封起来啊 这点设计还是可以的 因为毕竟价格便宜啊 然后还有这种设计 这个确实要给个好评 来下一个 我去 这个是传统手工鸡蛋卷 销量是101.2万 两盒呢 我是花了10块09毛 10块钱总共是两种口味 一个是奶香味的 这个是芝麻味的 两盒呢 就是30根 一盒15根 尝尝这个奶香味的哈 我去兄弟们 这个好像真的就是小时候买过的啊 那个鸡蛋酥你看 没错没错 这个这个 真的可以 吃着跟小时候味道差不多 以前我都是在路边摊买 然后现在路边基本上是见不到这个东西 今天能吃到 我个人觉得已经算是不错了 回忆起了小时候吃的那个感觉 好 下一个 这个其实就是山药脆片啊 我们之前零食店也有卖过 总共是9块9毛钱10包 然后他是说如果你拍两份就是19块8 他发22包 就是比9块9要多两包 所以我就买了两份啊 总共花了19块8 然后这个东西的销量呢也是比较高的 总销是672.5万 不知道有没有其中之一哈 有的扣个一 我全部把它摆出来 你们看有多少啊 我只能说基本上已经摆不下了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吃过这个东西啊 因为它是一大包卖的 然后不散装 所以我就没吃过 这个是川香麻辣味啊 吃起来还可以啊 然后一包份量其实也不少 相当于一包是9毛钱啊 就不到一块钱的样子 它吃起来的口感呢 跟薯片不太一样啊 薯片是还稍微有点嚼头 这个基本上就是咬两口就化了 但是吃的味道确实是不错啊 所以这可能也就是它销量高的原因之一 那总共口味我就不一一试吃了 反正有好几种口味 蜜汁烤炙味 京都烧烤味 浓郁酱香味 田园番茄味 川香麻辣味 反正对于我来讲呢 确实是会划算很多 你想想现在上哪去找这么大一包 然后不到一块钱的零食啊 你想想 好 下一个 来 最后一个 这个是海苔卷啊 总共是两盒啊 花了19块6毛钱 一盒呢 它说是有50根的 那就两盒是100根 然后销量呢 这里总共卖的是874.2万 应该是有50根吧 我数一下 2 4 6 8 10 4 4 6 48 哎 没有50啊 只有48根 我去 外面裹的海苔啊 中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嗯 我这个叫做海苔肉松卷啊 中间这个是肉松卷的 反正我吃不出来啊 就有点 它其实有那种肉感 但是没有肉味 吃的我个人觉得还行 外面是那种海苔味 里面是那种奶香味 肉松基本吃不出来啊 因为这个价格也就别想了 你要是真能吃到肉 那真的可能也不是什么好肉 但是作为一个办公室宿舍追剧小零食 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啊 好兄弟们 总体来说呢 我个人觉得这些视频的系列呢 我觉得应该属于是那种9块9的那种零食系列 因为基本上每一个东西呢 如果你只买一份的话呢 它价格就是9块9 所以总体来说呢 它销量高 其实我个人觉得真的可能就是性价比的问题 因为价格便宜 然后东西其实还可以啊 没有说所谓的打开之后呢 它真的特别廉价特别劣次的那种感觉 所以如果各位看到这个视频的话呢 感兴趣的你们就可以自己去瞅一瞅啊 反正确实东西我已经给大家测过了 就还行 不是那么的坑 但是你要说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啊 因为毕竟价格很便宜啊 最后稍微推荐一下就是 如果想回忆叉 你就买这个蛋卷 如果你想吃很久的那种啊 你就买这个山药脆片 如果你想追求极致 你就买这个虾片 这个虾片真的味道可以